大家好,我是白了永 今天我想回答一个很多很多人问过我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美国的房子贵吗 但是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给你们看一下我父母的房子 说白了这就是我的家 我在美国的家 当然我现在在哈尔滨生活 但是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来这边 所以我今天讨论这个话题不能代表整个的美国 因为美国的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那个房价 但是呢我是德州人 所以我觉得我的 我今天要讨论的事情能够代表德州 德克萨斯州的所有的房价 那我们就开始探索吧 大部分的美国的房子 除非你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面 他们都有一个前院 然后也有一个后院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前院 我们的那个院子 我的这个房子是二层的 有两层 好的,那我们进去吧 所以如果有什么节日的话 一般我们就会在这边吃饭 但是除了偶尔吃饭以外 其实我们不太会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 因为现在是橄榄球的赛季 所以我们经常在这边一起看比赛 现在就是大学的比赛 这是我家人他们一直在看这个比赛 这边这边是我们的厨房 我觉得我们的厨房可能比一般的厨房大一点点 但是不能说太大太多了 这是我们叫做pantry 然后我们当然你们知道冰箱什么的 这是我父母的房间 这个房子的最大的房间 他们的洗手间 洗澡的地方等等 然后他们的 他们的衣服太多了吧 不多看吧 如果你们不知道 这就是我在墨西哥买的一个卫衣 我父母有一只狗 然后我二哥和他的妻子也有一只狗 然后我们的邻居也有一只狗 所以就是现在有很多狗 但是一般来说在我们的后院只有一只狗 好这就是我们的后院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有一个村东西的一个地方 但是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嘿嘿嘿 进去吧 好的那我们就上楼吧 看看第二层有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第二楼也有一个客厅 就是也是一个 比如说如果我邀请朋友过来玩一玩什么的 我们可能就会在第二层第二楼玩一玩 因为就是没什么别人 然后可以比较安静的聊天什么的 因为第一楼我的妈妈或者我爸爸 他们经常在工作 因为他们都 他们都是在家里工作 这个房间有点乱 但是以前这是我妈妈的办公室 但是现在他在哪工作都可以 因为他经常开车去别的地方 因为他是买卖 买卖房子的一个人 那种中介 这是我爸爸的办公室 因为他也是在家里工作 经常在家里工作 因为他是一个在一个慈善公司工作 那种非盈利组织工作 所以他他也可以从家工作 然后我们去我的房间 哈哈 我的房间实在特别特别乱 因为我刚从哈尔滨过来了 大概一个星期之前 所以就很乱 我没想收拾 因为我明天就走 就是高中的时候贴的 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有七年 对七年之前 有一些书 因为我比较喜欢看书 所以就是一些我看过的书 然后最后的房间 一共我们的这个房子有五个卧前 这就是最后 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坐下 然后我就给你们说一下 这个房子的价格 然后一般在德州的房价贵不贵 这个房子多大等等 我们找一个地方吧 那我们就讨论一下 德州的房子 房价贵不贵 其实他们不贵 一般来说 德州的房子 土地都很便宜 一会我们就会讨论 为什么是这样 其实很简单 但是我们先说 这个房子多大 然后有多贵 第一 它大概有三百平方米 所以挺大 其实 然后它有两层 一共有五个房间 三个半洗手间 就是有三个完全的洗手间 然后一个没有洗澡的地方 所以它就不算一个 它算是半个 半个洗手间 你们可能是一样的说法 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怎么说 刚买的时候 这个房子的房价是180万人民币 很便宜 特别特别便宜 如果你根据它的它的大小 它的它的平方米 然后它的地方 然后它的设备什么的 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2007年的时候 他们他们那个时候买的 然后现在的话 如果他们想卖的话 我父母他们不想卖这个房子 但是如果他们想卖的话 这个房价可能是280万 所以这个 这边的房价涨了很多 真的涨了很多 整个德州房价都比较便宜的原因 是因为土地比较多 税比较低 做生意的税在德州很低 最后的原因就是因为 德州达拉斯沃的这个城市 它不是一个港口城市 所以因为它不是一个港口城市 所以它就比较便宜 在中国在美国在哪都一样 港口城市的房价是最最贵的 所以差不多就是这样 这个城市今年的平均房价 是245万人民币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能说贵 我觉得挺便宜 我对房价之类的信息不太熟 所以我不能作为一个专家 跟你们说便宜或者还是贵 什么的 但是根据我的理解 我觉得这边的房子比较便宜 那我想听你们 你们的家乡 你们的房子贵不贵 跟我的这个家乡的房子 房价比起来 哪个更贵 哪个更大 更小 之类的 你们有没有前院 或者后院 你们有没有这些东西 还是你们的房子一般都是在一栋楼里 不是单独的一个房子 我都想听 我对中国的房子有一定的了解 但是很浅薄 是最基本的信息 我知道 但是其他的我不太懂 所以你们想分享什么 就跟我分享吧 如果我有什么 你们觉得是说的不对的信息 你们也可以告诉我 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人 我就是分享我的感觉 我所理解的事情 我说的不对 也就来指证我吧 也没关系 可以 那我的视频 今天就到这儿吧 如果你们喜欢 你们可以给我三连 然后关注我 那就下次见吧 Adiós muchachos